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琪 好久沒有來聊食品科學了 我們今天就來聊聊 食物為什麼有腥味 以及我們該怎麼處理吧 怎麼覺得一開始好像就有點無聊 其實我覺得這集蠻硬的 這個是之前觀眾許願的主題 首先呢 食物腥味的類別分很多種 可能是安全 純銅等各種不同的化合物 那我們今天就挑幾種比較常見的來講 分別是 魚腥味 蛋腥味 肉腥味 可以豆腥味跟土腥味 其中最容易懂的 就是魚腥味 主要來自於三甲胺 海鮮在水中啊 為了要維持滲透壓的平衡 他們體內都有很多胺基酸的鹽類 這也是海鮮比較美味的關鍵來源 因為我們的舌頭 其實是可以吃到這些鹽類的味道的 而其中一個是氧化三甲胺 它在新鮮的魚肉裡面 其實是一個鮮美的味道 不過當它接觸到空氣 或者是魚肉腐壞的時候 它的氧就會跑掉變成三甲胺 這個時候就會變成臭味 那因為海水的滲透壓比湖水高嘛 比較多鹽分 所以一般來講 你會覺得海魚比較鮮美 但也相較的呢 海魚的腥味就會容易比河魚重 因為它的三甲胺比較多 加上魚肉表面可能有其他造成臭味的分子 它們都會跟三甲胺交互作用 就會變得更加的臭啦 不過這些臭味是可以洗掉的 其實分子變質通常都要接觸空氣嘛 所以臭味往往是從肉的表面開始 有的時候肉或魚本身還是新鮮的 就已經開始有點腥味跟臭味了 這個時候你把表面那層發臭的黏液洗掉 就不會臭了 它的魚跟肉都還是可以吃的喔 真的假的 這樣子怎麼感覺有點危險啊 有點自飆不自分的感覺 沒有沒有真的 它有時候是魚跟肉本身還非常的新鮮 它只是表面那一層會有味道 所以人家常說你魚買回來要洗乾淨 特別是魚塞、魚鱗這些表面地方 你去除乾淨 那個魚肉就會從一個臭味變成一個新鮮的味道 但其實根據美國政府的官方建議 肉跟魚買回來最好是不要洗 因為它們表面都會有很多細菌啦 你洗的時候呢 這些細菌可能就會污染你的廚房 弄得水槽跟檯面到處都是 而且美國人他們會吃生菜 這些細菌粘在生菜的表面之後 反而吃下去會有食安上的問題 那因為華人比較習慣吃熟菜 所以這個問題就比較少一點 我自己打開魚肉這一類的東西的時候 我也還是會清洗 因為這樣腥味真的會比較少 味道會比較好 只是如果你處理完生肉要處理菜 就要非常的小心 男生以後這樣子是洗魚 都要用個什麼手套箱之類的 其實真的很難防止細菌傳播啦 因為你一定是手上啊水槽上 水龍頭上都沾得到處都是 所以你在那邊洗手的時候 細菌可能又變得到處都是了 所以就的確有它麻煩的地方 那腥味物質雖然分很多種 不過不管是安全純銅 幾乎都是溶於水跟酒精的 所以常常都說去腥要用米酒 這樣抓洗一下有沒有 是非常有道理 因為你可以用酒精把這些物質給洗出來 但其實用水也可以 如果用洗的還不夠 可以用酸 因為三甲胺是減性物質 你用酸可以中和 不管是醋還是檸檬汁都有效 這也是為什麼 你通常都會覺得 檸檬跟那種海鮮類的東西都很搭有沒有 擠下去就覺得好像變鮮美 然後比較不會那麼臭 就是因為這樣 用酸的另外一個好處 是可以產生酯化反應 很多腥味是來自於唇類嘛 那醋酸跟唇類物質反應之後呢 會變成香味的酯類 不過其實這個反應速度比較慢 所以我是覺得除非你用燉煮的 不然大概不會很明顯 主要可能還是來自於酸檢中和 順帶一提 有些人身上會有一種 魚腥臭 那個也是三甲胺 這其實是一種代謝疾病 會導致人類的尿液跟汗水裡面 有三甲胺存在 身上就會容易腥腥臭臭的 會有一股味道衝出來那種感覺 我覺得比較常見的其實是 廉價雞蛋 那蛋腥味通常來自於兩個 三甲胺跟硫化氫 三甲胺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魚裡面的那個三甲胺嘛 它其實主要的影響是 雞的飼料跟品種 有一些飼料呢 會讓雞蛋裡面有三甲胺跟硫化氫 這個其實你是沒有辦法洗乾淨的 因為它就在那個蛋裡面 所以如果你吃某個牌子的蛋 覺得特別臭 就真的只能換一個牌子 因為你很難事後去處理 我自己是覺得那種放木的蛋 通常味道就比較好 比較不會有那個臭味 不過這兩個的味道其實是有點差別 三甲胺比較接近腥味 但硫化氫就比較接近臭味 就是所謂那個臭雞蛋的味道 硫化氫其實常常在那個蛋白裡面 這是完全正常的 不過如果你蛋煮太久 有的時候會看到蛋黃變綠有沒有 這是因為蛋黃裡面的鐵 跟硫化氫反應之後呢 就會產生蛋黃變色 完全正常 只是會讓蛋黃聞起來 比較容易有一個流味 那如果你買回來的蛋非常臭的話呢 可以試試看煮之前 連蛋殼泡一下醋酸 因為理論上 醋都是可以中和三甲胺跟硫化氫的 有些人說這樣泡一下呢 雞蛋就比較不會有臭味了 我自己是沒有試過啦 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再來下一個是肉腥味 有一些肉的確非常臭啊 特別那個羊肉跟豬肉 通常都蠻臭的有沒有 這個來源通常有兩個 一個是放血不完全 因為血裡面的那個味道比較重 特別是如果現在都電載的話呢 沒有放血那個豬肉的腥味就會比較重 另外一個呢 則是來自於動物本身的荷爾蒙 比方公豬如果沒有煙割的話 身上的腥味就會比較重 那羊燒味也是類似的道理 就是那個動物本身 它會有一些荷爾蒙的味道 那屠宰的方法通常是跟國家的法規比較有關係啦 所以這個你可能比較沒有辦法處理 但我自己是有發現去那種比較好的肉鋪買 它的肉會比較沒有腥味 除了可能跟屠宰的方式有關係之外呢 還有一個重點是新鮮度 因為肉裡面的氨基酸跟蛋白質 都可能在運輸儲藏的過程中變質 就會變成臭味的來源 那去腥的方法就是洗 因為多數的腥味物質都容易水跟酒精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煮豬肉前通常都會燙一下有沒有 把那個豬燒味給燙掉 那要記得如果這樣做的話呢 用溫水的效果會比熱水好 曾經講的我以為熱水的效果會比較好 有時候把它逼出來的感覺 我之前就已經跟你講過一定要用溫水會比較好 因為熱水那個肉會縮起來 所以你就想它肉裡面那些血水沒有辦法流出來 大概是這個概念 可是如果你的目標是要把腥味洗出來的話 你要讓肉裡面的東西盡可能的流出來 所以水的溫度不能夠太高 一旦肉縮起來效果就會變差 所以像我自己都是用泡溫水 然後讓裡面的那個血水盡可能的流出來 效果會蠻好的 像是那個港點裡面的那種蒸排骨啊 通常也是要用溫水這樣一直不斷的洗 把裡面的血水都洗出來才會那麼嫩 然後不會有臭味 如果水洗不夠的話呢 用酒也可以 或者是用香辛料 像是華人通常都很喜歡用蔥薑蒜 這個其實是有它的道理的 因為香辛料裡面通常有很多抗氧化物 像是很多那種什麼肉桂啊 香草啊 那類裡面的東西也有 這些東西都有可能 跟腥味物質裡面的全酮醇產生反應 所以味道就會產生改變 再加上它們本身味道也比較重 可以把腥味蓋過去 而另一個方法就是 梅納反應 梅納反應是指蛋白質在高溫的環境下 會變成各種不同的風味分子 所以吃起來就會香香的 所以它是有辦法讓腥味物質產生化學變化的 也可以把味道蓋過去 所以很多人會說油炸去腥有沒有聽過 在料理之前呢 把東西炸一下 變得金黃香酥就比較不會臭 下一個我們講 你有覺得豆類有一個腥味嗎 我真的覺得還好 我其實覺得蠻臭的 我蠻熱愛豆漿 但你看起來好像真的是沒有很喜歡 除了美國的豆漿 比較沒有豆腥味 對 然後很多亞洲的豆製品 我都會覺得一個很重的味道 然後我原來不太敢吃 那豆腥味的來源非常複雜 但原則上就是壞掉了脂肪 因為豆裡面有氧化脂肪酶 它接觸空氣之後呢 就會把豆子裡面的不飽和脂肪酸 氧化成各種不好的東西 所以豆腥味其實通常是一些 致癌物那類的味道 那這個東西自己在家 其實是非常難去除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它生成 所以食品加工業裡面 其實有很多研究是在說 如何降低豆腥味 所以如果你買某一個牌子的豆干特別臭 可以換一個牌子試試看 可能就會好很多 那如果已經買回來 是有比較難處理一點 但一樣可以試試看用洗的 因為它這個氧化脂肪酸呢 比較難洗掉啦 所以通常會說你用熱水燙的效果 可能比用泡的好 所以有些人會建議說 你豆腐買回來 燙一下就比較不會有臭味 就是這個道理 或者一樣呢 用那種煎烤的方式 讓它變得焦焦香香的 你就吃不出那個腥味來 但最好的方法 還是避免豆腥味生成 如果你是在家裡面 自己買黃豆回來 做豆漿啊 或其他豆製品 盡可能不要讓它接觸空氣 豆子處理的時候呢 就要泡冷水 同時最好去皮 因為氧化脂肪酶 很多在豆皮裡面 把皮去掉呢 就比較不會產生氧化的脂肪酸 也有些人會用 加熱或冷凍的方式 讓那個氧化脂肪酶 沒有辦法再產生反應 這樣就比較不會有味道 剛剛說那個味道是 治癌物的味道 是不是有點誇張啊 應該沒有到治癌物吧 應該說它就是 認定為一個不好的東西 因為它是氧化的 不飽和多元脂肪酸 就是會有一些那種 什麼心臟疾病啊 然後 治癌啊 發炎啊 什麼相關的研究 就是說跟這個東西 有一點關係這樣 但當然不會說 你吃了豆干就治癌 我沒有這樣說 只是說那些東西 的確不是一個好東西 最後 要來聊土腥味 你覺得什麼樣食物有土腥味 嚼起來很硬的菜 欸有道理 因為它通常就在蔬菜 比方甜菜 然後還有很多河魚裡面也有 有些人家裡面 那個水裡面也會有 這個東西都是來自於 土臭素 土臭素就是一個 由細菌或黴菌 生成的化學物質 那有一些人家裡面 如果是喝井水或河水的話 因為受到這些細菌的污染 水本身就會有這個土臭味 那因為它會被蔬菜或者是魚吸收 所以就會有很多臭味 累積在那個魚肉裡面 你也很難去除 但是 加酸會分解 所以很多河魚都會做成 酸菜魚那類的有沒有 你加酸去燉煮 味道就會變鮮美 另一個方法是用熱水燙 因為這個分子在水中 溶解度比較低啦 所以通常覺得熱水比冷水有效 或者是你高溫加熱 用煤鈉反應把它反應掉 或是把味道蓋過去都可以 如果你是家裡面的水 有那個土臭的味道的話 用活性碳或逆滲透 都是可以去除的喔 好啦我們今天說結論的地方了 今天就想要告訴大家 腥味雖然非常的複雜 但原則上你用水或酒精 通常都可以洗掉 不然的話就是 加酸加香料加熱 都可以把它去除 不過要注意 如果是肉腥味的話 因為你的目標是 把豬肉裡面的血水洗出來 用溫水的效果會比熱水好 但其他的食材 用高溫加熱的煤鈉反應 把味道蓋過去 效果會比溫水好很多 那我們今天這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想要看其他食品科學的題材 麻煩留言讓我知道 喜歡這篇 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們按讚 分享 跟我們一點點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煮飯的時候 都不會出現豬肉了嗎 因為你懶得處理是不是 應該說就是怕沒處理好 你會就是黏黏黏 我還是會直接吃下去 但是就是會吞得蠻辛苦的